Ready everybody feeling tipsy Tipsy 我喝得烂 絕對你說聲恭喜 恭喜 大家好 我是Dudu 今天我要來拍一個影片 可能之後我都會一直連續的做這個內容 就是仿妝 仿妝意思就是可能模仿某個明星還是藝人的裝扮 雖然我本身是不會很不會化妝的人 我的這個仿妝呢 不是以專業性的那個mindset去做的 而是以娛樂性 就是可能給你們看爽的搞笑這樣子打發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學化妝還是什麼屁的話 就不可以看我的這個仿妝影片 廢話小說今天我們就來進入我的第一集仿妝特輯 第一集我要模仿的就是Lisa 開這個攝影機之前我已經洗好臉 包好羊 然後還有擦好仿曬的部分 還有戴隱形眼鏡 平時我是沒有戴隱形眼鏡的 所以今天因為要防它的妝 它的妝呢 就是會比較歐美 歐美的style 所以就是要戴一點可能比較 稍微明顯的眼珠的那個隱形眼鏡 我已經吐好我的仿曬了 所以一般上我就是把防曬當作是底妝了 到遮瑕的部分 遮瑕眼睛部分我用的是這個 OK 所以現在我兩隻眼睛都已經遮瑕好了 遮瑕完畢了過後咧 就要塗一層薄薄的定妝粉 定好我的眼部了過後咧 現在我就可以輪到遮瑕臉部 臉部遮瑕也完畢了過後咧 我就會開始畫眼線 眼線的話咧 我就要先看看一下 我要防她那個LISA的照片 那個眼線角畫 所以我防的是她這個妝容 不知道你們看到嗎 像這個 現在畫一個小眼尾 OK 所以就是這樣 我就畫好了彩排 因為我覺得我畫這個眼線應該會用蠻久的 我畫到我要死的眼線 我覺得我的眼線整個很奇怪 不算了 就是我又畫又罵又罵 所以暫時是這樣 所以它是有點寫上去的 OK 所以畫好眼線的部分了過後 現在我就要畫眼影 眼影彈咧 我用的是這個 所以現在我就要用這個眼影彈畫 眼影的部分 剛剛咧其實我的步驟有點出錯了 如果以我平常習慣咧 我應該是塗眼影咧 才在畫眼線 所以剛剛我是畫了眼線才塗眼影 所以我的眼影咧 就是 隨便給它當當幾下 所以我整個眼妝其實現在是 非常之 很醜咧 甚 夾眼睫毛 所以我眼部的妝咧 整個就是很失敗 可是咧 算了我已經畫好了 因為它的眼妝其實是 有畫一個黑字在這邊 所以我畫一個黑字 然後它這邊是黏Diamond 可是我沒有我身上 可是我的家沒有Diamond 所以我就直接點兩顆黑字 現在咧就是到最後一個步驟了 就是口紅 就是基本上我是沒有去畫那些 呃 腮紅跟什麼打亮打暗啊 就沒有 所以我就直接畫一個口紅 基本上應該就是 可以啊 不然就看它要加什麼 口紅的部分的話 我就用 這個DDS 朵色的 口紅 6號色 塗好我的口紅了 雖然我覺得一點都不像 這個粉狀 不過不用緊 啊 算了算了 所以現在咧我就是 先去弄下我的頭髮 頭髮我也弄好了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瀏海 你們不要打我 我知道一點都不像 OK 所以現在仿妝已經完成了嘛 所以現在進入我的模仿環節 什麼是模仿環節 就是每一次咧我仿那個人了過後 我就會有一個一小段就是模仿他們 不管是他們的可能唱歌還是演戲還是舞蹈 因為咧我就是不想太單調 因為很多人做仿妝啊 maybe就只是可能仿好他的妝 然後就end了 可是我覺得 就是有一點manite 因為我本身也不是在很專業的在做這個仿妝 所以咧就只是娛樂大眾 所以我就自己加了這個模仿環節 所以就是給我的content 給我的video 整個flow更好看 更有看點一點 好所以現在就廢話少說 進入我的模仿環節 好啦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這個仿妝系列的話 就可以留言按下訂閱分享 開小鈴鐺 下個影片見 然後如果你們想要看我仿誰的話 就是搞笑模仿誰的話 你們可以留言的下面我會去看 好下個影片見 還有記得一定要follow我的IG Instagram Facebook TikTok Facebook TikTok TikTok TikTok